诶 诶 王小姐 您看你穿这件真的不合适 这样我们店里还有很多经典款 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件最合适 你很喜欢这套婚纱 不会是舍不得卖 打算留给自己接婚传吧 张总 我在你们旗舰店里 看中了一套婚纱 不过叶店长说这套不能卖 这该怎么办 王小姐 婚纱我们回尽快修不好 按时送到您的婚礼现场 请您放心 新郎来了 亲爱的 你怎么那么慢呢 来 帮我记紧点 好 不会吧 你们两个认识啊 咱们简直太有缘了 新人准备登场了 对不起 下面我们的 也许爱上此一刻 也许爱上此一刻 本来我以为是我运气不好 碰到了一个难搞的客户 现在看来 手面不好 在这儿躲着干嘛呢 早就出去喝一杯 我不能喝酒 有人要敬你一杯 新娘了 人我给你拉来了 我要给你敬这第一杯酒 感谢你让我在我人生中 这么重要的一天 穿上了这么美丽的婚纱 张总大概不知道吧 文文姐她是我老公的前女友 我 你在干什么呢 你别找麻烦了行不行 我敬酒呢 你管那么多 她不能喝酒 你让她喝什么酒 你干嘛 你管她干嘛呀 你别找麻烦了行不行 我们下面的婚线呢 可儿 非要弄得那么难看吧 可儿 抛花球了 给你让开 文文你跟我过来一下 在今天抛花球之前呢 我增加了一个小节目 她喝多了别让她闹了 她抛花球 不要来 不要来 你来多少钱 我在这儿说上了句 我也玩笑了 新娘是不是担心你的新郎还我 我也很担心 不过 我在这儿正宗的向新娘的承诺 只要我还喘着一口气 绝不会让你的新郎有个争织机 抛花球 花球花球在哪儿 花球来转 花球给你看 抛花球 准备好啊 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 跟你享受一辈子甜蜜 没了我怎么 我们竟然只是过客 从陌生的休息 然后走到分离 放不下的原因 你这一样 放不下所有事情 我的男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